湖南绍阳民主斗士李旺阳离奇死亡 消息指称是遭中共政法委设局谋杀 激起了海内外各界人士对政法委的愤怒声讨 曾遭到绍阳政法委跨省追杀 险遭灭口的中国512大地震志愿者王孝东向媒体爆料 在绍阳深挖可曝光政法委更大的黑幕 分析指出政法委这个大都流存在一天就祸害一天 18号王孝东在接受大纪元新闻网专访时指出 政法委警官自爆 2000米范围内杀人连尸体都找不到 有很多不知名的维权人士就是以这种方式被秘密处决 王孝东还透露 他的一位朋友是中共国务院下属制作决策内参通讯的一名主任 最近这名官员对王孝东说 政法委一日不除国无宁日 权力运动博客负责人胡军指出 政法委在中共宪法里本身就是一个违宪的非法组织 长期以来特别是江泽民是上任以后用这个政法委打压这个法轮功 使这个政法委不断地做大做实了以后 他像一个毒瘤一样不断地生长以后 不但对民间进行的打压和残酷的镇压和破坏 而且对他的体制内也发现了很大的一种破坏力 他已经凌驾于胡闻之上了 胡军表示李旺阳事件在世界的举光灯下 政法委还敢做如此灭绝人性的事情 如果深挖可能会有更多惊人的黑幕曝光出来 王孝东认为李旺阳被杀是政法委杀一紧百 在释放恐怖信号 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维权人士莫名其妙地死去 而大陆维权人士和民运人士担忧自身安危 纷纷在网络上发起了我绝部自杀的声明 这当然也是好多维权的人要面对的危险和结局 这也是对所有看家维权的人一种警惕 包括对我自己来说 因为就好多人都可能有这种恐惧 在维权的路上 一个是被他们抓起来关到境遇里头 另一个结局可能就被自杀了 前山东大学教授孙文慌指出 中共当局应该尽快撤销政法委 他存在一天就祸害一天 政法委他是共产党内的一个组织 从中央 这个一场有一个周永康叫分工政法委 那么这个政法委呢 他对全国的公联法 不但是做一般的领导 而且是直接的操动控制这个公联法 他所要抓谁的话呢 那公安你去抓谁 他所把谁判成劳教呢 公安你怎么把他判成劳教 孙文光表示 在这样一个没有司法正义 没有司法公正的国家 人人都处于一种恐惧之中 那个法力能够保护公民 你只要政法委做这个决定 就可以任意抓人 那么虽然有安全感呢 当然这个官员们可能稍微安全一点 但也不一定啊 有的官员也是要抓的话 要把他那个双规啊 要什么都是政法委决定的 所以全国呢 就要形成一种恐惧之中 不能依靠法治啊 来解决问题 胡军指出 中共这个体制本身就是生长毒瘤的地方 也是一个相互灭杀的体制 如果不尽快摘掉政法委 这个大毒瘤 不管是中共高层还是平民百姓 都可能被这个毒瘤灭杀